迄今为止国内发展最好的并非制造业 而是房地产和互联网 有位地产大亨三次成为中国首富并蝉联华人首富 他就是王健林 有位成功男人背后有着无数的败家女人 颠覆了中国传统的零售业 他就是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 有位IT高手凭借互联网颠覆了通讯行业 直接影响了每一个国人 他就是腾讯的国家 他有位靠勤劳双手从白兽起家 到产品蜂蜜全球甚至远销海外的女人 他是很多人日思夜想三餐离不开的人 成了许多海外游子物质寄托 他就是老干妈桃花币 然而这些排在富豪榜前内的人 平时都开什么车呢 王健林的出行坐驾 乃是一辆价值1100万的好车奥迪A8L防弹车 搭载6.0TW12双涡轮增压发动机 他还有一辆价值700多万的好车麦巴赫57 这出行正是很豪气吧 马云的座驾之前是2001年 宝马推出的第四代七系 这款是宝马顶配760 价格200万家 现在是车长6.2米的麦巴赫62S 市价1070万 有着极致奢华舒适的后座空间 马化腾则比较低调 自己的座驾就是一辆沃尔沃S80 当时的售价为70多万 这辆车是以安全性著称的高品质豪华轿车 马化腾不只拥有这一辆车 但是相信他对这辆沃尔沃S80的感情应该是最深厚的 再来看一下老干妈的车库 左洗劳斯莱斯古斯特价值500多万 中间为奔驰G系越野车价值100万 右边是劳斯莱斯幻影价值800多万 这三辆车的联号车牌 可是老干妈它是诚信的标志 桃华币不仅将老干妈经营到现在成为全国的知名品牌 还创下了三年缴税18亿产值68亿的成绩 并且直接间接带动800万农民致富 为此政府奖励桃华币四个联号车牌 可见老干妈的车库可不止一个 纵然喜欢的豪车风格不同 他们有个共同的特点都是富豪 其实小编最喜爱的就是老干妈 传统的行业务史也经得起考验